布農族歌手王洪恩第一次来到卓西伊布干布農部落 办理族语音乐传唱工作坊 而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借由族语创作的经验以及分享 让有心想学族语歌的青年学子有一个方向 也让大家体会族语创作的美丽以及不一样的感动 布農族歌手王洪恩第一次来到卓西乡的 伊布干布農部落办理族语音乐传唱工作坊 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借着族语创作的经验跟分享 让有心想写族语歌的年轻学子可以有一个方向 也让大家体会族语创作的美丽以及不一样的感动 然后首先呢 先感谢文化部这个纾困的计划 让我有机会到我们各部落去分享你的创作 这样子那特别是族语创作这一段 王洪恩也现场唱起自己的族语创作 让现场的民众听得非常过瘾 也邀请马远部落的族语创作歌手马永恩 一起来分享他创作的心路历程 借由这个工作坊一起点燃对族语创作的热情 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 所以呢我借用我这次的一个族语工作坊 我们这次的标题叫我来领唱 族语创作工作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 或者一个分享 也让大家可以对族语创作以后 至少借着我的例子呢 有一些方向 这一次一共举办了五个城市 其中市场特别会去布农族主要分布的四个县市 花联台东高雄南投 另外一个场次则办理在台北 5月21号也将举办 我来领唱布农原森音乐祭 王红恩也欢迎大家共享盛举 谢谢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